离开台北之后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看来心情还不错 笑着反驳千万金流 不过再传出有证据直指 柯文哲对精华成容积率增加过程 早就知情 现在周刊还爆料 在2020年4月的一份变迁 上面写着给彭富 他们的结论是什么 原则很简单 公务员不坐牢 最后疑似还有柯文哲的亲笔签名 不要让官员坐牢 那就是你自己去承担 可是并不是 他在这个时间点 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推托 大酸柯文哲谢泽 又去传出彭震生 看着柯文哲无保请回 一度碎念不满自己没拿钱 为何备收押 而柯文哲 是不是北检泄露出来的消息 用这种喊架式的方式来诱导视听 一下说700万 一下说170万 现在又说超过上千万 在北检抗高后 高院裁定前 侦办细节满天飞 就在这个时间点 前台北市都发局长林忠明坦言 曾经提醒柯文哲 如果照应小微咨询 放水融机 是否恐怕必须负起 图利的法律责任 文字形式上层市长市的事实 确实如此 柯文哲知不知情 840%容金率被质疑 不可信 国民党议员中小平 更直指柯文哲拿金华成 三四亿自家人主动出击 身为一个台北市议员 竟然用这样子 摊血喷人的方式呢 在节目上面造谣 他骂我的事情 我会提告 请律师地状提告 你告我 我告你 柯文哲身陷 司法危机 全党挺到底 TVBS圣花 真是杨佩佩还常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